溫柔一點 比較好一點 那麼一下子調漲15%等等 這是可能要學會吧 調整 股東會前被問到電價大漲 雅尼董事長徐旭東想了一下 一開口就直呼 電價調的如此用力 不太習慣 粗估對雅尼成本 將有上千萬影響 因為8%已經叫到這個程度 比起漲價更怕的是缺電問題 對此中美金董事長徐旭蘭 也坦言寧願漲電價來提升電的穩定度 顧好 這個是我們的期望 但是沒有預期到的是那個調幅 是比我們預期稍微高 一次上調 百分之十五電價 各大企業也接連發聲 臺尼董事長張安啤表示 這不是是非題 產業界要想辦法提升自己的能源效率 否則即使政府一直補貼也活不下去 有很大可能接近上億的影響 我們現在覺得我們在能源效益裡面 在水泥業來講的話 絕對可以在世界上做競爭的 當然對我們的營收會不會影響 當然會影響 電價漲幅超出預期 各產業壓力沉重 無奈只能自詢解方 將衝擊降到最低